今日,最先挂媒体报道,沙特率领的多国联军攻入河台岛港,目前胡塞武装这座重要的补给港口正式落入了多国联军之手。 至此外界猜测的将可能造成重大人道灾难的和泰达之战以沙特取得胜利而告终,尽管目前城区可能还存在零星的战斗和强生,但人道救援已经在顺利进行。 胡塞武装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失败,这不仅会对胡塞的执行士气,造成很大的打击,并且在强烈的实力对比面前很可能丧失于盲作战的锐气。 而河台岛的丢失,将胡塞武装失去了赖书血的重要口岸,从此胡塞武装将被圈进在也门北部地区,浩渺的鸿海成为了胡塞武装的阻隔险,而北部是沙特半土,南部是德国和也门的联军。 为了和台岛才是胡塞武装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重要通道,随着这个通道的丢失,胡塞武装将失去造血机制,而伊朗即便有心,想要偷偷将武器装备交给胡塞武装,也失去了可以交货的码头,其他的方式则无法形成,有效的补给,是以至此,胡塞武装将可能越战越弱,最终不得不战死倒下,这应该只是一个开头。 就像世界杯的金木杖一样,只是一场战对伊朗的战斗的开始,而胡塞成为联军G7的牺牲品,都国联军将可能一股作气,哼扫胡塞老挝的北部地区,从而收复整个也门国土,而沙特也将解除后院的危机,否则一旦胡塞武装这支极端失业派组织掌握了也门,那莫沙特就永无能。